版桥随街杀人案 警方推断出凶手很有可能 警方推断出凶手有可能 你知道最后一幕的时候 他就跟柯南一起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柯南就问他说 安斯透 你的恋人是谁 安斯透就说 他就吹了他的油门 他就说 我的恋人就是这个国家 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往前冲 然后柯南不是有那个腰带还是怎样 他不是可以弄出一颗足球 他就吹出一颗很大的足球 然后去踢被篡改密码的那个卫星 他就这样子跟他那个撞击 然后他们两个就砰 然后柯南 安斯透就在空中 把柯南救下来 救自己动大楼里面 诶 我家刚好在那个方向 好 那我送你到你家门口 呃 那个可能有点突然 根据目前的线索 警方推断出凶手很有可能为一名二十至三十岁的女性 利用戏神勒索住被害人的颈部 使其窒息而死 至今军之后 泄子机 的航一 母队 汇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